江云生被杨晓川质疑 一般联系组上北美冠军杨晓川经济在互联网发视频表示 自己不理解江云生为什么这么火 还火到美国去了 海面留学生誉为中文说唱十代Rapper之一 自己很不理解 并说在听王与泰与江云生合作的歌曲时 听到江云生的部分直接关掉了 这次的起因是因为有两名留学生在杨晓川的中餐馆 聊到派克特与王与泰海外演出时 突然提起了江云生 这两名留学生表示 江云生很厉害 是中文说唱十代Rapper之一 还说江云生如果去海外演出 门票一定很快抢光 杨晓川听到这两名留学生的言论后很不理解 所以发视频质疑了江云生 事实上 杨晓川与江云生两人早有毕夫 18年新闻上结束后 江云生发歌分别diss了盖拉伯克特与杨晓 杨晓川当时就为杨晓苏与拉伯克特打抱不平 同时杨晓川也让江云生笑得不要在歌曲中加那么多英文 杨晓苏与拉伯克特的英文都比江云生好很多 对此江云生也表示 如果不是参加新闻上北美赛逊 没人认识杨晓川 也说杨晓川竟然自称非Dial King 在国内任何一场地下比赛 能赢自己一局的话 可以叫他爸爸 你输了举个功道个歉就完了